请进台湾大道路口 和一辆休旅车发生车祸 男子伤重不治 那么休旅车的驾驶 兼称没有喝酒 只有和朋友一起吃姜母鸭 警方疑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四名肇事车主 都才刚吃完姜母鸭 就是吃姜母鸭而已 全酒啊 没有喝到全酒 最后又改口说 自己吃了姜母鸭 只喝了一瓶啤酒 证讯过程谎话连篇 还被查出他在2014年 就成酒驾被打 因此掉下驾照 总是在媒体看到酒驾的人 说是吃姜母鸭 你一定和我一样边缘 被卖去当小三 还要当做人家劈腿的借口 在夏天来临之际 让我和你来尝道别的约会吧 让我尝尝那爱情酿得久 看看你的爱情有多浓 好多间都没合 像母鸭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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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过快走光了 倒不过快走光了 尝尝没开 尝尝 尝尝 尝尝尝 咸尝尝 by 好飽喔 差不多 還說,還把那東西擠出來了 歸零 雞捏 我想它就是現在老闆 你們那個薑母鴨有放酒嗎? 有 有放酒 因為中國式的料理都會放一些東西 然後你大概燒一下 就看酒精就好 我剛剛問那個老闆,它有放酒耶 所以其實 我覺得單吃薑母鴨 酒精應該是不會超飆 因為我剛剛徹底 等一下我們再去做別的試驗 我先來測看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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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酒器,有沒有酒器 測試測試 有耶,0.21耶 我喝大概一半就超飆了 先把它喝完 喝完我們再來測 唉 那我酒量不是很好 我喝完這瓶應該也差不多 馬上做實測 開始了 有沒有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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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飆 0.39 我們等個十分鐘吧 我們等到完全消彩可以回家 現在有到 0.085 所以十分鐘就代謝掉了耶 還是酒器還沒上來 可是我覺得我快醉了 可是我覺得我快醉了 我們等下過半小時再測一次好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等十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等十分鐘就可以了 0.10耶 所以有一點酒器上來了是不是 所以有一點酒器上來了是不是 那我們再等十分鐘 那我們再等十分鐘 糟糕了 喝太快喝太快 喝太快 我以為有 睡覺吃 我以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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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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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0.054 所以 酒器 應該消得差不多了 等等最後十分鐘 再來測看看 所以 吃薑母鴨 再配一瓶啤酒 十分鐘 應該是不至於酒駕 那些酒駕的 根本就喝不止一杯 我覺得啦 親愛的姜母鴨 我要跟你分手了 在炎熱的夏天 應該沒有人再把你當作喝醉的藉口 希望你可以找到真正愛你的人 不要再被人誤會是酒駕的殺手 酒憨而樂之餘 或許 小黃會是救你的英雄 成年之後 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 也許 你選擇自暴自棄 一無所有 但 請不要剝奪別人幸福的生活 影片結束了 我還是第一次一個人去吃薑母鴨 底下留言 還有什麼一個人吃會很孤單的美食 讓我挑戰 IG跟Facebook也可以追蹤我的動態和我互動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讓我 然後 後面還有彩蛋 是不是還是很紅啊